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我们提到 马来西亚如果要转型 那不能够只靠外来投资进来设厂 因为核心技术不会留在国内 人才也会出走 因此只有鼓励创始公司 那自己研发设计才是长远之计 而受访嘉宾都认为 说起各类人才 我国绝对不缺 但因为各种原因而外流到海外 群联统治长潘建成因此认为 要留住人才 别无他法 只有show me the money 就给他们看到前途 那潘建成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就提到 他曾经跟国内某一个部门的官员 聊到国内的学生啊 都不喜欢念科学跟技术 大部分不错的学生 他们都去念商科了 因为他们认为商科相对容易赚钱 那念工程的念科技的 只能够去当个寿星一族 因此他认为 电子科技产业必须要像韩国啊台湾中国那样 鼓励start up创业 那政府有政策 有鼓励 年轻的一代也想要赚钱 他们就会去创业 而他们创业成功之后啊 他下一辈的学弟学妹看到说 哎 这条路是可行的 有前途 那他们也会去修读 有机会出来创业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会形成一个链子 那么整个产业啊 就会慢慢发展开来 毕业的经验商业的做生意做贸易都赚到钱 所以做贸易会赚到钱 做工厂的不会赚到钱 所以如果要怎么创造出马来西产业呢 其实就是一句话 鼓励start up start up有什么好处呢 我去大公司 我是上班 我start up我是老板 我有股票 公司好 公司上市 上市呢 可以让这些人得到leverage 得到超过于他薪水倍数的收入 如果这面去那路可行 以后的年轻人都会走这条路 这个叫做show me the money 因为我归纳 全世界科技产业都是靠这招出来的 群联董事长潘建成认为 要让年轻人留在国内发展 最简单直接并有效的方法 就是show them the money 只要证明有钱赚 就能留得住人 而鼓励创始公司 比打工更能让年轻人 创造财富留在国内 人往高处爬 谁往低处流 我如果今天回去马来西亚 一样设一个研发单位 聘请了人进来学生 培养好三年之后 他不错了 他跟我说老板 你给我一万块马币 人家给我一千万块新币 他去不去 我不可能留他 我留他干什么 我没有本事 只要这个环境不改变 永远你都不要想会有资产 因为人性就是show me the money 很现实 潘建成指出 人性都是现实的 不管是要留住人才 还是要在马来西亚 开创设计产业 都必须让人看到有前途 而提到人才外流 贸工部副部长刘正东也认同 马来西亚其实没有人才的问题 我们只有工资的问题 只要解决了工资问题 就不会有人才问题 因为马来西亚 它应该要到一个水平是 工资要往上推 但是要减少使用劳动 要多使用技术 你要使用技术 就要投资技术 这样子才能够解决 长远的社会稳定问题 因为你今天怎么样来 产生物价上涨 马来西亚在过去一年 物价通货膨胀是很低的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 还是觉得生活压力大 因为他工资低 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在物价 根本的问题是在工资 所以这个需要政府 政策也要需要企业 能够转型 刘正东认为 中小型企业要转型 可能会面对比较大的问题 也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大企业 是随时有条件转型的 所以政府要能够同时 祭出萝卜和棒子 鼓励企业如果投资自动化 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奖励 就此减少外劳 这个博弈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怎么样在未来几年里面 给企业 特别是大企业 特别是用很多外劳的企业 给他们更多的奖励 自动化 数码化 使用技术 但是同时也要收紧 给他们提供的外劳 只有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够把工资推高 把工资推高 对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是好的 而马中总商会 永久荣誉会长陈有兴认为 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和调高工资的问题 本身就是个鸡和蛋的问题 而马来西亚 如果真的要解决薪资问题 就一定要提高生产力 而这个生产力 不止人力和时间 还包括这个企业的附加价值 那么怎么样来谈薪资问题呢 就刚才我们讲 这个国家的经济的 结构优化升级了 那么它就带来了 更高的生产力 薪酬跟生产力是要对比 是要能够衔接 什么叫优化我们的经济结构呢 我们是从农业 纯粹的靠资源 靠卖石油 又进展到加工 农业上的加工 现在资能农业等等 潘建成也认为 要让我国那些已经外流的人才回流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那一句 就是让他们看到 这里有赚钱的机会 如果像台湾和中国情况那样 人才自然会回流 那怎么show them the money 不要as a salary man 出来闯嘛 所以台湾中国 不是靠这招吗 你看中国现在好的公司 台湾不是startup出来的吗 那startup成功之后 这些人就show you the money 那人自然就会来了 刘振东提到 那我国要成功转型啊 要能够留住人才 就必须要整个产业的提升 需要政府跟企业的配合 他也特别提到 希望未来的五年到十年 那随着整个国际经济结构的转型 我们这一代人 能够看到马来西亚经济的二次起飞 让马来西亚的经济更有动力 同时大家的工资跟企业的这个机遇啊 都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